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是想跟我们的小朋友呢 介绍一个来自于我们的 Monster High 精英高中里面 怪物娃娃 Claudian Wolf的一个头像的假发 然后呢 它还会附赠这样一个假发上 有两个非常仿真的这种 仿造我们这个怪物娃娃的 这种设计的一个耳朵 然后这样非常可爱的一对耳朵 适合于我们四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 同样的是零到三岁呢 是完全不适合的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头发呢 也就是我们的假发 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在它这个发套或者是头套里面呢 还有这样一个小的一个细网 我们是先要把我们的网呢 给它拿开来 因为它这个网呢 可以保护着它这个头发 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装在它这盒子的过程当中 不会被把它压乱或者是蹭乱 这边呢是它的一个小的一个耳朵 然后可以用手呢去捏一下它 它非常的软 就像我们的毛绒玩具的手感一样 耳朵上呢还有两个铃档 就用这种大大的铃 金色的铃 在里面呢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密的一个网 你可以把它挂在你的头发上 这样的话呢你的头发就不会跑得到处都是 然后头发呢是一个卷发的一个设计 但是呢我们是在整理头发的过程当中的发现 它这个头发其实是非常容易被我们小朋友手呢 给它戴下来的 就像我这里这样 在我整理的时候呢 它就会掉头发下来 然后呢我找到了一个头像 我们来试一下 嗯真的不错 但是它的这个头发是非常的多 下面呢是最好把我们这个娃娃的头像 头像里面这个娃娃的头发呢 就给它扎一个小的辫子 要不然呢它这样头发呢是太多了 反而会觉得有点的小小的奇怪 嗯也可以把它这个头发呢是往上给它绑一点 或者呢是把我们的金色的头发呢 去在它的后面呢给它绑一个马尾 或者是绑一个我们的丸子头 嗯感觉呢我们这个头像的娃娃 相对于我们这个假发来说呢 它的头是有些小了 然后这头发显得是过于的蓬松过于的大 然后过于的多 嗯其实它这个头发呢是给我们的小朋友 或者是在嘉年华的时候呢过节的时候呢 如果你想要做另外一个装扮的话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后它这个耳朵呢是一个立起来 一个是可以把它压在这边 嗯两个耳朵呢都不一定非得要都是可以立起来的 感觉这样的装扮了之后呢然后再配上你们一些像适合的这种 嗯面妆比如说你画一个非常可爱或者是会非常活泼的一个狼人女儿的一个化妆 然后画上这种尖尖的那个小牙齿 然后把我们的嘴巴呢和眼睛呢稍微画一点烟熏妆和唇膏的颜色呢稍微的给它加深一些 就会非常好的配合住我们这个来自于精灵高中或者怪物高中当中 Claudian Wolf这么一个头像 因为我们这个娃娃的头像呢是一个野狼或者是一个狼的一个女儿 所以它呢就更加的凶恶或者是显得比较的野蛮一些 好了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小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想看到更多的视频的话呢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当中呢每周都会推出非常多的好看的精彩的儿童玩具的视频 希望你能够喜欢 不要忘了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留下你宝贵的留言和你们的愿望 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